到在美国航天公司计划造一大飞船,将人送到外星球,大约在26世纪实现,飞船可容纳一百万人,速度为光速的五百分之一。 就是说飞行五百年,才能达到一光年的距离,要飞到二十光年远处的兴起,许整整一万年时间。 所以飞船必须很大,是一个小社会,当船到目的地时,走出来的乘客已是上船员的第四百代子孙了。 这场旅行代价真大,四百代人才能完成,现在地球上所有能找到的,有文字记录的古人也没有这么冷。 就是说,这个飞船在太空中要经历一个地球人类成长的光明时,才能到达另一个星球落脚。 不是我们一个人重活一遍,是整个地球上的人类重活一遍,想来真是鸟茫,既可怕,又有吸引力。 报纸说,星际旅行只需单程票,初一看,有点是而不回的味道,要在航行途中写遗嘱,开追到会,那谁还要去呢? 事情就怕放大来看,看完星际旅行计划,再反观人类自己。 其实我们一生下来,不就是买了一张单程票吗? 这个地球上不是每天也在有死有生有老吗? 区别只在于你是在原地过玩单程,还是在运动中过玩单程。 反正人生没有翻程票,我们常说,假如我小十岁,小二十岁,如何如何? 假如你早出生一百年,你也许能协助孙中山,不让军阀混产。 假如你早出生二百年,也许你能帮助林则许盈的鸦片战争,但是这一切都不可能,万物在动,在变。 哲学家说,一个人不可能,倘过同一条河流。 俗话说,开工没有回头见,你只能创造一次,也只能享受一次,正是因为只有一次,人生才珍贵,才有特殊的意义。 选自新乡评论。 本周热文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